这个男人刚被人杀害 尸体就泛起阵阵蓝光 下一秒就凭空消失不见 这正是贪婪之导的游戏规则 一个充满圈套与杀戮的游戏事件 稍有不慎就会当街去世 打劫之事更是随处可见 面对如此恐怖的游戏 小杰奇亚两人是否能顺利通关呢 敬请期待轻落解说 就在刚刚 小杰二人通过猜拳比赛 获得83号卡片的真实之鉴 然而刚走出赛场就遭到打劫 一位大叔召唤出书 威胁二人交出卡片 小杰和奇亚立马拉开距离召唤出卡树 准备虚张声势隐瞒新手的身份 可大叔根本不上当 直接拿出卡片准备抢取豪躲 关键时刻小杰一个瞬影 抢下卡片打断了大叔的施法 将这场危机化解 然而下一秒 数十名玩家突然出现 将他们团团围住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两人只好交出卡片 事后小杰二人决定前去 魔法之都马莎多拉赚取咒语卡 不过去之前得买份地图才行 由于财力有限 两人只能购买没有名字的地图 不过在NPC的指引下 两人还是获得了相关信息 但那个地方不仅有山贼存在还有怪物 小杰和奇亚听到这话 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加兴奋 于是立马上路开启刷怪之旅 但刚刚出门就被比斯吉追上 为了破坏小杰二人的友谊 比斯吉请求加入他们队伍 但下一秒就遭到奇亚的残忍拒绝 虽然让他十分火大 但还是决定跟上去 小杰二人爆发出最快速度 却依旧无法摆脱比斯吉 只能让对方跟着 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出现山贼 小杰和奇亚立马做好战斗准备 然而下一秒山贼们全部跪下 并告诉他们村子中爆发瘟疫 需要他们的资助 不得不说这群山贼在玩一种狠心的打击 奇亚觉得给他们钱后 应该会获得相应的卡片不算亏 然而事实却根本没有什么隐藏任务 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卡片 就连衣服也被人骗走了 如今身无分文的小杰二人 只能去山中打怪刷卡 与此同时另一边 普哈特等人在加入子发男人的队伍后 成功解开了身上的咒语 随后众人被带到山中的秘密基地 领头的人告诉了他们一个秘密 之前的成员已经集齐40种咒语卡 能兑换SS级的大天使卡片 不过他们还需要一张监牢的卡片 来隐藏他的气息 避免被其他人盯上 他们的任务便是负责收集这张咒语卡 其他的则越多越好 毕竟交换后多余的可以用来防御和攻击 而在幻影旅团这边 侠客掌握了部分情报 虽然酷币的能力可以复制卡片 但却无法使用对应的魔法 小滴的吸尘器在游戏中可以使用 但对付不了特殊的道具 因此侠客推测出 这个世界的道具不能靠念来收集 因为这个游戏并不是虚拟的世界 而是现实世界中的某个未知岛屿 毕竟在进入世界时 他们的肉体并没有留在现实世界中 所以更像是被强制传送到某个地方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通关 就能将指定口袋中的三张卡片 带回现实世界中使用 这说明岛屿一定存在漏洞 可以不用全部通关 也能将宝物打包带走 与此同时 之前袭击奇亚的人 盯上了飞坛与芬克斯 面对这两个狠人 他的结局可想而知 不仅被狠狠暴打一顿 就连所有的卡片都被洗劫一空 之后飞坛二人还准备一路杀着走 所有的卡片一张都不放过 不愧是幻影旅团果然够狠